百革和新州的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28号的百革大事记 我是主持人维敏 昨天晚上巫统召开了最高理事会会议之后 就一口气开除 包括前卫生部长凯里在内的44人 以及冻结包括森波浪区国会议员西山穆丁 巫统前宣传主任沙利尔邯郸在内的共4人党籍 而巫统领导层的这一波操作 可以说是在大马政坛掀起了波澜 沉默一夜之后 当事人之一的西山穆丁 今天在社交媒体首度发声 简短的写道 他们的邪恶不能够让我们失去良善 而凯里则是在Instagram现实动态 呼吁西山穆丁振作起来 表示一切尚未结束 另外同样在巫统清理门户名单中榜上有名 被冻结党籍6年的巫统人保区部主席 穆哈默沙林则是质问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以致受到处罚 他告诉今日自由大马 自己在巫统里面斗争35年 如今却招来这种严重后果 而且他在事前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无论如何 沙林说他会在接获巫统的正式通知信之后 才决定下一步行动 那么这些被开除或者是被冻结党籍的人 到底犯了什么错呢 巫统最高理事莫哈默不爱 今天就再度针对此事 在脸书发文 列举这些人的罪状 批评他们是叛党者 被处分是旧有自取 所以巫统清党行动没什么不寻常 不爱还说 不寻常的人是凯里 因为他在大选期间 公开诋毁巫统和党主席的行为太过分了 而不爱认为呢 比凯里更不寻常的人是西山穆丁 他说是西山穆丁带领部分国政国会议员 签署法定声明支持慕尤丁任相 公然背弃党 至于诺奥马不爱说 不是因为对方不支持两高职不竞选的动议 而是在大选时扯后腿 所以才被开除的 另外不爱也驳斥有关决定不民主的这个说法 强调这是巫统纪律局的建议 不同的地方在于 这次不是透过管理委员会主席 而是由党主席将有关建议 带上最高理事会 那么被开除党籍之后的凯里呢 如今则是成了强首货 其实早在消息传出之后 一党就曾经邀请他加盟 如今民政党也向凯里申出橄榄值 明清团代总团长黄家珍 今天在脸书发文告说 凯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他是在冠病期间表现最出色的部长之一 而黄家珍有信心和相信 民政党会是目前最适合凯里的平台 因为民政党能够为这位前部长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 以帮助他从政治生涯的最低点爬回来 另外前首相阿都拉的前顾问卡里姆拉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点评凯里被巫统开除这件事 他认为巫统目前已经是变得无关紧要了 如果凯里想要继续在政坛上面发展的话 被开除或许对他的未来更好 卡里姆拉也觉得 巫统主席阿姆扎西和首席主席穆罕默哈山 不可能担任大马首相 更抨击两人忘本 因为当年两人都曾经获得凯里岳父阿都拉的提拔 如今竟联手开除恩人的女婿 但令卡里姆拉感到庆幸和欣慰的是 目前患有痴呆症的阿都拉不会知道这一切 最后来关注非洲猪瘟疫情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有今天指出 宾州的非洲猪瘟疫情已经趋向于缓和 全宾总共有124家养猪场 当中的101家不受到感染 健康猪只数量为214,073只 而根据宾州兽医局截至今天的数据 宾州有23所养猪场 共53,275只猪感染 销毁程序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三州兽医局证实 波德山老港圣港元秋1月3号发现的野猪尸体 被检验出感染非洲猪瘟 所幸州内目前没有爆发瘟疫 最后要提醒的是 如果民众发现有野猪或者是农场猪只突然死亡 请务必向当局投报 今天的百隔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